大家注意看 锅里面放入一条鲫鱼 这是最近很火的鲫鱼汤的新做法 学会了 你再也不用担心 孩子会卡到鱼刺了 先用铲子把鱼肉捣碎 继续像我这样 两面煎熟 煎至金黄 然后放几根僵尸 淋入少许高度白酒 一定要冲入滚烫的开水 这是汤色浓白的关键 大火焖煮10分钟 这个时候你再张大嘴巴看看 这样炖的汤是不是很浓白 再用泄漏王 把汤过滤到砂锅里 然后放入白玉菇 豆腐 海带苗 18粒青豆 盖上盖子再煮两分钟 调味加盐 胡椒粉 撒上枸杞葱花就可以喝了 这样做的鲫鱼汤 汤鲜味美 关注我你就不用做饭了